台南觀廟歸洞裡的居民 怎麼也沒想到 竟然有需要用油 這出門的一天 怕自己滅頂 還拿著竹竿撐著 從深夜開始 台米颱風 為南部帶來超大豪雨 二人吸暴漲下 吸水全部灌進 台南觀廟鄉裡 記者想入內採訪 也困難重重 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於台南市觀廟區的 龜洞裡的外圍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 但記者的背後 已經被拉起了封鎖線了 最低窪的住戶 淹水近170公分 不僅家具全部泡湯 還到處亂飄 有居民一家老的老 小的小 只能等待救援 因為小孩子都在頭大 現在人在裡面 一樓是淹去就對了 清晨4點開始灌進屋 現在快12點了 沿水處就在跨越二人溪的南雄橋旁 地勢比較低窪 即便如此 居民說這樣的情形實在少見 由於溪水暴漲 周遭的橋樑全部暫時封閉 即便如此 災損人就難估計 民眾目前也只能等水退了之後 才能清理家園 也盼望外界伸出援手 華視新聞蔡孟俊 邱建勳 台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